美法院上午是为了临时会的议程 蓝绿双方打成一团 甚至还上演了工程战 但在这过程当中 有不少委员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挂彩了 那其中洪梦凯就指控了 他是遭到了绿营 来勒脖子来听听他怎么说 在主席台上 一双手 直接扣着我的脖子往后拉 往后扯 照片会说话 实惯会说话 我一瞬间 想到我一岁六个月的女儿 我一瞬间 想到我的父母 这就是民进党吗 洪梦凯讲到了激烈的一个拉扯冲突当中 他还不断的哽咽来详述整个一个情况 但是在下午之后 由于上午整个提案的一个过程是顺利的表决通过 到了下午也顺利的将考试院以及监察院的一个两岸的人事权 全部都排入了程序委员会里面 那么接下来临时会长达二十多天左右 他们接下来要处理 包括了考试院监察院 以及像NCC人事案 还有像是前瞻计划的一个案子 都必须在这二十多天临时会里面通通完成 那么今天早上的一个冲突之后 表决通过也才只是经过了第一步而已 感谢观看